从空拍机的视角望去 左边是湛蓝太平洋 右边是翠绿的大530 而中间笔直的分界线 就是拥有全台最美高架桥之称的金轮大桥 金轮大桥全长3.5公里 宽度达14公尺 2017年年底完工后 就被誉为全台最美的高架桥 成了国内知名超胜的景点 只是随着大桥的通车 许多驾驶不再行经原台九线金轮段 虽然大幅改善了部落交通拥塞的情况 相对却减少了部落产业的能见度 而这也是在高架桥建设之前 当地居民最忧心的地方 那个桥有通过的时候 应该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以后我们这边的生意 我们要改到多辆火车站那边 周边的一些店家绝对受伤很大 那些部落主人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靠 这些路过的这些客人 才会有一些微博的收入 金轮大桥完工前 美风迎节假期 金轮村上演塞车回堵的景象 为了解决地方多年交通问题 政府斥资近15亿 耗时4年时间打造金轮高架桥 如今完工通车满4年 部落车流明显减少 至于部落产业是否受累 其实游客多了 然后因为吃的这边比较少 所以现在慢慢的增加了 也是有好处 大桥盖过去之后 会进来部落里面的 它就很单纯纯粹的就是 来这里 来这里观光 来这里游玩 来这里住宿的客人 其实反而让部落里面 看似好像车流量没那么多 但其实来留在这里的 它就是感觉在这里玩 这里要没那么多 就又能够更安全 一座新桥虽然让车流减少了 却也分流了赶时间的过路客 留下为观光而来的指名客 再加上疫后国旅大爆发 金轮部落在最美高架桥的助攻下 观光产业瞬间蓬勃 也开启部落更多元的发展契机 交通建设犹如两面刃 带进人潮 提升经济产值的同时 却也不免伴随一定程度的开发 观光首要的绝对是环境问题 不要让太多的高楼大厦 大的那种饭店 在这边来去做一个建设 因为这样子的商业性的 高度开发的时候 反而是杀鸡群软 杀鸡群软的观光方式 一座大桥建设减少了人车量 但金轮部落坐落在山海之间 温泉观光发展已久 少了车流量 却也让部落得以喘息 重新思考地方发展 然而如何在日后起步后 永续经营原味观光 让游客稳定回流 目前答案仍在摸索中 有些新闻 问台诺太马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